飾品的話 我也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一樣都是來自台灣的品牌 跟台灣設計師的品牌 但是這些價位 其實都不會很貴 大概都是 千元出頭 兩千 三千這樣子的一個價錢 甚至有一些都是幾百塊的 但是我推薦給大家的是 大家要去看它的 要去了解它的材質 因為 你可能在材質上面 你可以選擇純銀的 如果你對一些金屬過敏的話 你可以選擇純銀的 但是現在有很多 就是 它可能是黃銅 鍍金 鍍K金的 鍍銀 這個東西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為其實它都會有成分表 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如果你是對金屬 就是金屬會過敏的話 你就是找純銀的 比較安心一點點 這一些材質上面 因為都是用黃銅 鍍金 鍍銀的 所以它基本上保存也比較好保存 對 然後我建議大家就是在佩戴的時候 因為它是鍍的 盡量不要去泡溫泉 然後水 然後流汗 運動這些東西 你在收藏的時候 你一定都要擦乾 要噴香水也不行 噴香水也不行 對 然後你要先擦乾 然後再放到可能夾鏈袋 或者是防塵套裡面 然後收藏 其實這些單品 你就可以佩戴很久 今年的話 我推薦幾個品項好了 今年不是很流行 珍珠嗎 對 但是今年的珍珠又更有趣 尤其是今年的夏天 就是可以去找這種 很像串珠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對 上面還有串這種英文字母的 然後這個是黑珍珠 對 之前都是比較那種奶油色的 但是這個黑珍珠 它其實呈現出來的光澤是 七彩光 反而是更有個性 然後再加上 前面這種串珠的英文字 其實就變得比較年輕一點點 然後還有就是運用 珍珠跟金屬的結合 去做出不一樣的變化 尤其是一些 不規則的金屬的扭曲 還有珍珠大小跟變異款式 可以去投資像這樣子的一個單品 還有的話就是那種 現在疫情期間 大家都開始要療癒身心靈 所以會有很多礦石類的單品 然後礦石去結合一些飾品 你是說水晶 水晶 對 像這種黃水晶 黃水晶是 還有這種綠色紫水晶 紫金石 紫水晶是正財吧 黃水晶是招財 紫水晶是正財 有智慧 對 愛情 對 它有各式各樣 不一樣的 水晶大師 像清金石 它又是比較療癒的 又不一樣 就是每一個礦石 這種原礦 它其實代表的 還有療癒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想要走比較心靈的話 也可以投資像這樣子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 有冥想 或者是修 就是那種靜心 就可以運用這種礦石 去做療癒 就是最近滿多人都在 玩這種東西 是喔 對 然後再來的話 它貴嗎 水晶 這樣一條多少錢 這個 那個 像這一個墜紙 這個是墜紙 這個墜紙 這一個是一千 然後再加 鏈紙 它可以讓你自己去佩戴 這樣就可以 心曠神魚 療癒 沒有 療癒這個東西 就是要看個人 你要不要跟藍媽媽講一下 它那個撇都是好幾萬的 純度還是有差嗎 對 會有差 靜度 純度 對 因為有圓礦 然後也有打磨過的 還有是整個洞的 對 水晶洞 那個能量就很強 就是有不一樣的 對於如果小資女 她要有一點點 心理上面的一些紓壓的話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飾品 可以去投資 而且它的價位 都還是合理的價錢 還算合理的價錢 而且有為真正的 就是提供的 和這個策略 也是 在這裡 提供的 才是